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苏是女主角 巧合的是 这部戏的男主角是贾乃亮 两个人饰演青梅竹马的情侣 现在再来看真是不胜唏嘘啊 当年的贾乃亮有点胖 方脸扮起古装来似乎也有点不协调 但是马苏在剧中却是各种惊艳 各种美的冒泡 各种情国倾城 无论是前妻的小女孩还是后妻雍容华贵的歌妃 各种造型信手拈来 每个都敬为天人 而当年马苏仅仅21岁 而在这之后 马苏在不温不火的一段时间后 终于凭借北京青年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当时还有许多网友感慨 马苏终于红了 再接着 马苏就进入高速发展通道 电影《行华录放》 电视剧《米约传》等等 个个都是资源爆红的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